社會消息 我們常常提醒 女模外拍要小心 但現在卻傳出有男模之狼 刑事局今天宣布逮捕了一名男模之狼杜博文 他在大陸假裝自己是廣告的製作人 涉嫌民間十幾位的大陸男模 其中一位小有名氣的男模還因為下藥過量而死亡 嫌犯案發之後 潛逃回到台灣 上午遭到移送時不停的低頭落淚 還一度下跪道歉 曾參加大陸地區模特大賽 畫面最左邊 身穿白色睡袍的像是男模 在大陸地區小有名氣 現在卻傳出被有男模之狼稱號的杜博文盯上 並下藥迷肩致死 杜博文遭警方逮捕時收出FM2安眠藥 以及調好的FM2藥劑三瓶 總共涉及7件性侵強盜致死案件 案件遍布大陸廣東湖北江蘇浙江整地 全案訓後將移送士林地選署偵辦 嫌犯假冒廣告製作人借故要外拍 把被害人帶到飯店下藥性侵 畫面中可以看到身穿背心及白色上衣的 就是像性男模跟著嫌犯到櫃台check in 隨後兩人搭乘電梯進入房間 這也是像性男模的最後身影 最後只有杜博文一人不出房間 監視器還拍到疑似嫌犯 將下藥的啤酒瓶丟入垃圾桶中滅陣 警方也尋現逮捕杜協 會覺得很後悔啊 你有什麼樣的癖好 會後悔 這起案件是大陸公安部來函通知 才東窗事發 台灣依據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條例 將杜協逮捕歸案 警方也呼籲被害人勇於出面指認 UDN TV 林秉中 陳建良 台北報導